Hello,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第15集的C++ Tutorial 我是華仔, 這次講的就是Logical Operator 但在講之前, 不如跟大家玩一個占卜 這次占卜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愛情占卜 很難頂 這個占卜是用來做什麼呢? 這個占卜是用來做愛情的 不如我先做自己的示範吧 Are you good looking? 你英俊、英俊 No Do you all see Gaga? Yes 原來我的運程是中等的 我有機會, 超棒的 不如我當然也幫大家占卜吧 你英俊、英俊、英俊 一定是英俊、英俊 C++你有跟著我的Tutorial 一定會C++ 嘩, 西非來了 愛情運氣高 你想要誰, 你就拿誰 到了這個神人的境界 我要些什麼, 我就有些什麼 嘩, 超厲害的 萬一大家有些朋友 嘩, 他有些訊息 但他又不懂C++ 那會怎樣呢? 哎呀, 這樣呢 就有這個大制 愛情之數太低了 那有什麼方法可以救到他呢? 當然叫他來看華製的C++Tutorial 去學一下C++ 至少有個機會 啊, 他呢 嗯, 風流風流的 哈哈, 很白癡的一個Games 但是呢 建議到呢 我們這次的if 我們不只是看一個variable 通常我們就是看 如果good-looking-yes 我做什麼 good-looking-no 至少 suppressed 或者色狡人的話 你做些什麼 玻環以佐老人的話 出生 Aim 現在我是兩個在比 其實我做了什麼呢? 其實中間就是有logical operator 就是這個and 的logical operator 以及有個aw的logical operator 去幫我們分別這些東西 不如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下面,然后把comment 我也是喜欢和大家一起写的 在前面很简单,一个co,一个int,然后进去 如果是good looking,1就是yes,0就是no,就是入10 如果是6c++,即是no c++,1就是yes,0就是no 然后我们想看这几个情况 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他有帥哥,good looking,等于1 然后我又想看他有帥哥,又懂C++,即是人才 这些,我们用的方法就是,这个叫n-n的operator 即是,ifgood looking,和no c++,等于1 即是,即是,即是什么意思? 即是,左边这个,要是等于true,即是,good looking,一定要等于1 即是,你一定要帥哥,即是,我入good looking,等于1 即是,我入good looking,等于1 然后之后,no c++,都是要等于1 这样这个if,才可以跳进去 这个就是n的意思 即是,其实你数学都应该有用过的,就是n和和的不同分别 n就是左边的condition,即是左边的条件,以及右边的条件,都要吻合他才会做里面的事情 即是,这里所做的就是,他又要帥哥,即是很高要求的 又要你帥哥,又要你帥哥,又要你帥哥 然后之后,第二个,就是想做什么呢?就是,如果他只是帥哥,但不懂私家 或者,他只是帥哥,但不帥哥,好像华仔 这样呢,这个是怎样呢?就是,咦? 他是,good looking,等于1 或者是,no c++,等于1 那,和上面那个,是不是很似的呢? 是不是很似的呢?不要加个鬼字 是不是很似的呢?都是,good looking,等于1 都是,no c++,等于1 但是,中间我们的符号,就不是n,中间符号就是,oh,oh 不是,中间符号就不是两个n,中间符号就是两个动 两个动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呢,两个,这个n,这个叫n,这个叫n, 不记得了,就等于n 然后呢,如果两个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等于or 就是说,要不就要帥哥 这个就是妈妈生你出来的时候定义的,所以,没办法的 这个就是先天的优势 但是,不要紧要,如果你后天肯努力,肯学私家家的话呢? 你都可以达成到后面的condition,这个的条件 如果你一是英俊,一是懂私家家的话呢? 咦?这样呢,我们就有中等的机会呢? 他呢,他呢,达成我们的人生目标 对了,到最后一尾呢,就当然了,我们就有第三个else if 这个呢,就是又不英俊,又不懂私家的 即是先天已经没有优势了,然后呢? 后天又不肯努力 不肯努力,对了 就是最差才是最差的 那我们就会提醒他,叫他 你学华仔的私家家了,对了 咦?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的,就是 good looking 等于等于零,即是他又不英俊 and no 私家家 都是等于等于零 即是我们可以这样的 就已经可以写到一个program 这里呢,还有另一个方法去写的 不过呢,我觉得我们不如先走一下program 先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咦? 咦? 例如今次呢? 咦? 这是另一个人来过,这个可能是一个朋友来的 他就未学私家家,未有时间学私家家,但他很英俊 他很英俊,但他未有时间学私家家 他的chances都是medium 因为他也有达到一半的目标 就是这个or 里面的东西,就是他是英俊 但这个是等于零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所以上面的and 这个就符合不了 因为右边这个是错的 这个不是等于1 他不是懂私家家 但至少他是英俊 所以他就入了第二个 那如果是两边都没有的话 就是一些很凄惨的人 那应该要学一下私家家 选择bit.do slash c++15 for more information 哈哈 这样呢? 是广告来的 嗯 喜欢的? 自己打上去吧 你就会发现 就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对啦 那来到这里呢? 啊 伤下冷腰 来到这里呢? 我呢? 就教大家第三个 这两个呢? 这个呢? 就是这个呢? 这个呢? 和这些呢? 就是两个operator 就是logical operator 那现在呢? 我想教大家第三个 其实呢? 第三个呢? 不是一定的用到的 但有时呢? 有时呢? 他可以帮你手呢? 呢? 是快一点的 所以呢? 那我呢? 就是呢? 我一就懒了 我就说呢? 其實如果我一是goodlooking等於1,或是noC++等於1,或是帥哥,或是認識C++ 我兩者符合其中一個,我就會掉到第三個 如果我兩者都不符合的話,如果我看到整個東西是false的話 這樣其實是第三項 即是甚麼意思呢? 如果他又不符合,即是這裏又是0,即是這裏,看第三項 如果他又是不符合,又是不懂C++的話 其實剛剛好,就是這裏的相反,即是我話的相反 就是他在這裏完全是無法達成的 是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一個 一個感嘆好,記得感嘆好是甚麼意思呢? 感嘆好,其實我們用感嘆好的時候 即是把那句東西相反 即是如果感嘆好false的話就等於true 即是感嘆好錯的話就等於正確 所以我們在這裏呢,如果我們在這裏呢,我們可以把整句的copy 這句呢就是,要不就英俊,要不就認識C++ 如果我們把它在前面加測好,然後把整句的括弦好之後呢 即是括弦了整個goodlooking和noC++ 這樣的話呢,其實剛剛好呢 即是說呢,如果他如果是有 是的 他如果是 要不就英俊,要不就認識C++的話呢 中間這行東西呢 就是true 那因為中間這行東西是true的話呢 我們將一個感嘆好的話,即是變成false 所以就不能走到這一行東西 但是如果呢 這裏有兩個都等於0的話呢 整句東西的裏面就是false 整句的裏面就是false 然後呢,有感嘆好調轉的話呢 他就會變成true了 是的 你想想一下這個感嘆就是將它調轉它的意思 就是整個東西調轉,即是原本是false就變成true 原本是true就變成false 這樣的話呢,我們就可以 咦 將我們第3個條件呢 就不需要自己人手打出來了 我們用這個 用這個第2行的東西顛倒了它 即是那些or or的顛倒了之後呢 其實呢,我們正正就是第3個條件的 是的 可能很confused,但是呢 這個感嘆好其實不常用的,但是呢 如果你知道它怎麼用的話呢,可以 威力很強大的 你聽多幾次啦 再多一次吧 good looking 等於等於1 或者是no c++等於1 即是你一是帥仔又是食 c++的話呢 這樣這個東西呢,或者兩個都一樣 這個東西呢 就變成true 這個東西就變成true 因為你看到上面 其中一邊是正確的 但因為我們有感嘆可以在這裡的話呢 所以整個東西 真正來說呢,就會變成false 所以呢,我們就不會走到這裡了 即是說呢 即是他任一,即是他帥仔,即是他認識 c++的話呢 我們都不可以進入到他這一行 因為他是false 對啦 我放下最頭吧 但是呢,如果在這裡 又是等於0 這裡又是等於0 即是他又不認識 c++又不認識 又不帥仔的話呢 這裡就等於false 這裡就等於false 然後呢,整個東西,因為我們有感嘆在前面 就會等於true 對啦 對啦,然後調轉到false就變成true 所以呢 如果他又不認識 c++又不認識 c++又不認識 c++的話呢 那他就會掉進來這個 對啦 這樣呢,對啦,有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呢 應該沒有太大問題的 我們再走一次的話呢 都是同樣的效果 那前面兩個不試啦,兩個都是一樣的 我們又有另一個,又不認識 c++,真的沒有品味 對啦,這樣呢,就會變成了第三項 就是 因為我們 寫到我們這個 按鈴仔的 對啦,感嘆好的Logical Operator 那這三個就是我們常用的Logical Operator 那當然啦 有些東西 就是有些東西 不需要你的努力 亦都不需要你的 不需要你的先天,亦都不需要你努力 有錢呢,便可以幫你 啊 他呢 令到一切呢 對啦 都搞定的 對啦,這樣呢,我們呢 就是進入一個Integer 咦,其實我這裡寫得不太好,我應該把這個按鈴在上面 不是這裡的 就是把那些 Integer全部按鈴在上面 那來到這裡呢,我們就有個 LongLong的Integer 這個LongLong的Integer 因為 我們就想入一個很大的數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Money Money 究竟你有多少錢呢? 咦,有足夠的錢的話 你 你幾廢,幾什麼都不懂,沒有品味,什麼都不是 都沒有問題,因為你有 有這個Money,有這個錢錢,什麼都沒有問題 那就是說 你機會 如果你 如果你 我們把東西 括在一起 如果你是這個 如果你是有識思家,還有英俊,其中一個方法可以令到你有高的運氣 運程 All All 即是 或者是 Money 大 18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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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億 如果你所擁有的財產大約1億的話,這樣就沒問題了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想 有 有後官加率3千,絕對,什麼都可以給你 來到這裡,首先我們會看看他 第一行,首先我們會看看他是不是帥哥,或者星星斯加加 如果他兩邊都認識的話,我們會說他有高運程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有個餓,去看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這裡,如果他的金錢是大過1億的話 不是很多人都金錢大過1億,但如果你大過1億的話,真的很有錢 很有錢的話,什麼都沒問題,想怎樣就怎樣,是不是這樣說 想買整個世界都沒問題 想買整個世界應該多幾個零 不過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我們Logical Operator 可以 所以,1,2,3個,1個,2個,這樣搭在一起 都沒問題 你喜歡的話,可以加一個括弧,喜歡的話可以容易看一點 但你不用加括弧,也可以的 最重要是 有Logical Operator 那堆東西 因為我們想看了這些東西,究竟正不正確 之後先看這些東西正確 如果你有個我,我,我,在這裡的話 他有可能會先看這些東西 有時候會亂的,如果你不這樣括弧 所以我就習慣先括弧 其他東西就是另一邊 我們現在就問三條問題 你是不是英俊?我又不是英俊 你認識私家價?我又不認識私家價 你多少錢? 我有很多錢 你想有什麼就有什麼 你想要魚又有魚,想要紅獎又有紅獎 你要什麼就有什麼 就是這個 理想世界 對這個有錢人是公平的 不,就是理想世界是非常公平的 但是對有錢人更加公平 好 那沒所謂啦 我不稀罕的 不是 其實 不是 說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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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所謂啦 這些 這些 我也是有機會 最重要是你有學私家價 一切都有機會 哈哈 這個笑話而已 但是 的確學多些技能 對你 不同的機會 都是有提升的 不僅是愛情 還有事業 所以學私家價是非常明智的選擇 這集很奇怪 但是 不要緊 我有哪一集是不奇怪的 但是 即使是很奇怪的一集 我也會做練習 去鍛鍊一下自己的能力 對啦 所以 看完這段影片之後 就去看看我們練習 我不知道練習會做什麼 但是 應該會很棒的 如果你不想看的話 都沒所謂 最重要是 繼續去學習私家價 令自己 更加成熟 更加有美力 更加有 成功的機會 對啦 在這裏 就不再說太多廢話了 希望大家 學私家價學得更開心 對啦 對啦 這樣呢 NN 記得做些什麼 一個是兩邊都要一個 就是第一邊 有個感化好就把他調轉 就是我們這次 學過的所有東西 在這裏 不說太多廢話了 第16集再見 好 拜拜 拜拜